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东乡奶油盘 今天早上的课程刚紧凑 所以我们就不等了 就开始了 大家谈刚刚三门 他把这台湾神信用的内涵 已经做了一个很广阔的一个解释 一个分析 读说私底下还有问题的话 就直接找三门问 可能我也没办法留时间给大家问了 就三门他刚刚所说的就是 这台湾神的信用这个精神 其实不是现在这有的 不是现在这不是创新的 他其实足够依赖得有的 那有多古早 之前上面讲是说从有人类开始 那我现在想搞不好 在还没有人类开始就已经有了 那这种多早早到我们无法想象得到 就好像那种无限大的一种概念 那这种精神一直都存在 这个什么精神呢 就是说free will 这个情形 这个主观的情形一直都存在 这是人一直都去自己买买的 或者是说迷失掉了 不是忘记了 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欲望 或者是说私心 或者是什么一些诱惑 然后把自己给民失掉了 所以就看我们人类的那个列宿 一直不断来申请这种种的灾难 一直在存款 然后就像像对谁 对痛苦人中合身 那三门之前有讲到说最后一个字是爱 那讲说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一直会问上帝说问天说 是怎样让我受苦 你是要一直让我受苦 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或是说 我还要求当时我算 是怎样让他用东西当 那这种东西呢 我们会一直很不平衡 那后来又说 如果说像他们讲的这个结论说是爱 就是这样子 那他看着你痛苦 但是也看着你成长 其实我看到我们同修 梁芝在这里给我们很多的自由 没有给我们很多的指令 那我也看到同修的成长 开始大家都渐渐的能够自由发挥了 也不会这么害怕 这是很好的现象 那在我们人类的一个经过的历史中间 那有看到人好像不断的会有 某一些时段的一种神经神教的出来 那他们就好像在奉行这个上帝的旨意 他不见得信仰是上帝 好像是在奉行上帝的旨意 他在印度的规划人类 做上帝的相手 他做全新的奉行 我认为这就是台湾神在世的时间的角色 就像在配上帝做上帝要爱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讨论的段位 比较集中下来 我现在要讲的是 台湾神四十九位代表选意原则 我们在前两次领袖班 已经有介绍过台湾神 而且在台中讲堂 一读出会期间 一个一个的介绍 这样台中同学非常认真的 搜集他们的资料 然后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介绍得很精彩 我想有听过人的话 多多少少少 我会知道说好像某些共同很特殊的 在我们基隆讲堂 我们每个礼拜都还有一次的一天的共修 那就利用共修的时间 我们又给予一些台湾神的故事 那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那时候 我们基隆就是会请战虎同修 救他们的姓名 然后分析他们的性格 因为战虎有尔贵姓名学 那这一方面是说 这样做一方面是增加个趋位性的 是我们帮大家的 那你要居住我 因为讲台湾人的故事 他们都好伟大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说 战虎他 其实他这个灵迁的这个特功能 底基隆好像还不是很多人知道怎么去使用 他就让人给他问 然后感觉说 可能大家也是被照顾的很好很幸福 所以无参与问题 那让战虎去分析这个性格 让大家了解说 战虎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大家真的以后遇到问题 可以去问战虎 这样自己如果说没有办法处理的话 那还有一方面是说 作为女性的 我心中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们大家都真的有威大 然后就这么有正义感 那是不是那种为了朋友 为了公益 会凉热插刀这样抛家气质 自在所不息去看的人 那是我要好奇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每次看到他们这么伟大 每次看到他们的照片 我就觉得很減少 我真有勇敢 我到时候 等于那种症犯的时候 我可能会立起来 搞不好会出外朋友 因为我最终不一定 那 他刚好自行常会 那就是利用这个 我也是想说 都答听一下他们有什么八卦 或者那个上面的缺点 然后自我安慰一下这样子 结果战虎他比我三娘太多了 他都没有讲他们的缺点 然后 所以我这个小小的阴谋 我就没有得逞这样子 那 这个 那不过就到了分析的话 真的发现说 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共通点 举例一个例子就是好了 就是那种领导能力 他说每一个人用他们上面 学的语言来讲 全心群里的全心里的心全心 都带有他们的性格都带有全心 就是说很有领导能力这样子 然后这个其中一个共通点 那在我们那个星座的这个展板 这个地方 埃里斯他做了一个很仔细的一个表格 就是说用他的职业来做分类 那这个职业做分类就是说 因为当时候受难的原因 可能跟他们的职业有关系 那我们看到这个分类的话 那每一段跨远工 他们很多人都具有很多重的身份 不像阿吉隆新婚 就是说他同时当医生 又是行政首长 或者是名义代表 像这种的台湾型代表 有张七郎 郝马殿 郝博基 卢秉卿 黄曹生 就是说有的人坐于心 或者是说他是行政首长 但是他在商业界 企业界也很大 华贵 像林建 王思定 李仁贵 王丁兵 丹兵 张欧宗 这种类 那还有媒体人 他们这样说 名貌神 这就是大约上举一些例子 还有蛮多人的 没办法一一列举 那这里有一个题外话里说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 前天虚拓尼卯公的君子不弃 雅里斯卯公的君子不弃 就是说 一个人公民不是好像一种 其实我们的头脑 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非常精盈的结构 我们两个做得做得来 不用把自己限定 从现在 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发展 趋势 很多东西都要欧零万 像说卡片 卡片里面就集中集合信用卡 悠悠卡 还有金融卡 什么 那也越来越说 功能越来越多 那我们人也同样 如果是要接人 做很多种功能 不要说我的资质不够 问题是怕不去尝试这样子而已 不要没有尝试之前就说 我不会做 那这是题外话 还有 禁止不弃是有一个特质 那另外还有一个特质 就是说 我们看到他们 多半的人是淡薄名利 而且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像说孺子 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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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到时候他就跟病人说 没办法 你可以借我帐吗 这样就全都没给他收钱 他不只是说在医生上有医德 他在日本时代的月经济海 也看到很多无公义的事情 他真的看不下去 所以在日本时代因为自警事件 他也被抓去关过 他出来被放编后欢迎的 然后他也藉由这个文笔 来批判当时候的这些不公平的事情 比如说他有一个 现在是列入课本里面的一个文章 叫做这支青纳 相当于大家都比较知道了 他就是用这文笔来批判当时候的环境 然后而且还启迪后劲 就是说比这些文学上面的启发 他用台义文 来乡文学生的人 说他是现代台湾文学基夫 那他有一句的叫做勇士当位义斗争 这是他的心智的邪造 所以我们知道他真的是做正理感的人 如果是说传播他来说 他用凡价把生命交给老婆的 一定要全心全力全力 全力给你治疗好 不可以顺悔重视金钱 对于善良辣人凡价全无重视 这是他一个当医生人的心情 所以不是说 有钱他在给他看 因为这样子民众对他也相当的爱戴 所以他当选了参议员 参议员对 然后其实他在这段时间 他也没有去竞选 反而去帮人家竞选 对这个名字他一定 这个名字他也没重视 那汤德章他对世人的奏劲 他自己的肌肉夫妻 那关性格就已经很明显了 那在那个 像后来 就在理事世界的时候 本来他可以在日本做法官官 结果他先回到台湾 而且那时候陈宜邀邀请他当公职 人员说没了 因为做中国官要有贪污的心理 就被他没为罪自己的良心 所以他也没说为了钱去选择起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有其他者的人真的是没办法去介绍到 那比较近代的像林三田教授 他自己说我是带头违法的法学教授 那在他的生活中 他说不知生活 感到最后的真心的生活 就会自由主宰 那他说我是一个热情外放的人 看着我说无疑 我就想要跳出来对口 饥饿如仇 这是林三田他的性格的写照 听说存款也不是很多的样子 他其实他是本来是个很有钱的人 他进前参政之前他自己经营贸易公司 他年营业额是两亿 是相当有钱的公司 但是他对见美丽党事件之后 民宅写案之后 国立董罢了他的董罗是 林二郎要邀赶文 都是叛乱分子 他看到人就听了 然后他就答应接受征召 然后去投入选战 而是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 根本就是电党用的 只是他们说找不到人找他去电党这样子 可是真的就不小心让他当选上了 所以说也有这一期